打倒你完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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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告诉我你在笑什么吗 看你现在的样子啊 我觉得我好像有两个表哥 我有那么大的变化吗 你变黑了 也变壮了 而且也不像以前一样 一脸坏笑地捉弄我了 对啊 我以前好像常常捉弄你啊 你还说呢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你把毛毛虫 放到我的梳妆盒里 害得我再也不敢 用胭脂水粉了 一样 喂 停车 停车 烫死我了 吃吧 喂 看什么看呀 怕我往里下药啊 我告诉你 这可是我跟我姐 明天一天的吃的 你快点吃啊 等一下天亮了 趟快走 别连累我 那你还能的话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我是讲信用的人 怎么看啊 手艺不错吧 我是从来没有出过 这么难吃的包的 我怕这杯 人没有机会了 留个纪念吧 那几个人 真的是你杀的 这么说你是英雄了 那就再多给英雄一个宝子 你还吃啊 你再吃我就亏本了 表哥 你在找谁啊 一个女孩子 什么女孩子 没什么 我看见有个人 好像我北平的朋友 可能是我看错了 你跟他很熟吗 不太熟 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走吧 好 少爷 坐 少爷 冷月轩好久没有生意做了 现在啊 把冷月轩亲手交还给您 我也就可以放戏地回家了 是啊 既然您这样决定 那我就不安留了 反正我也不打算开门做生意了 有时间呢 我会去乡家看您 多谢少爷 少爷你也要自己多保重啊 好 厉凡 你忙 太太 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我恐怕真的不认识你了 一年呢 他不是去找你了吗 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他要赶着去同学会 说明天回来 坐吧 好 喝水 太太 他们是借口 自打我从张家搬出来 他就对我一直不冷不热的 能不见面就不见面 见了面也没有超过三句话的时候 你和姨父 先不说这些了 去给你爸爸妈妈上炷香吧 好 我 development 你有没有人没有鸡身 我带你这天 你怎么能不能鸡身 内心 我带你来 你melina 你来 你来 我带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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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我的天哪 我带你去哪儿 你来 我带你去哪儿 还有啊 通班也给你吧 你身上有伤 不能手里一点钱都没 这也给我吧 留个镜子 对了 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 干嘛呀 报答我 不用啦 客厂走吧 别联联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公道理 王国公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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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死哪儿 除了一刹 一个招不得都有 老大 棋也没用了 老天爷饿不死瞎瞎脚 怎么敢等着 老子会被耗死 我查 查到了 现在好几个厂的工人在闹 闹罢工 工人游行 砸 砸场 路路都疯了 我说怎么天然来招工呗 你能记住在哪儿吗 可 可以 弟兄们 有饭吃了 老大 我们去哪儿啊 谁给的钱多 我们就去哪儿 怎么样啊 父亲在家 一直还是老样子 萧芳对你自作主张 刺杀马福天的事很不满意 所以一直都没有给你做任何安排 还有这些事对你姨妈讲了吗 保密纪律 我还是清楚的 江校长对你在北平的表现虽不赞成 但是毕竟功大于过 从整件事来说 我对你是非常满意的 从厮杀行动到收集情报 你做得天衣无缝 滴水不漏 看来你是干这行的料 我没有看错你 接下来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你先回家 好好陪陪你姨妈 来 姨妈那里我随时都可以去 但是工作不能落下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你尽管吩咐 我实话告诉你 北伐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江校长被任命为 北伐军的总司令 北伐军的将官 几乎都是你黄埔军校的总续 上方命令我们 协同伤害共产党 秘密总是伤害工人 配合北伐进军 你具体的任务就是 组织工人运动 在工人当中有个交往大年的 他在工人里头 是最有号召力的 是不是在广州 你向我介绍过的共产党员 不错 跟这个人当交道 你要多长个心眼 记住 我们姓国 他们姓公 想换 能够一下 算 您 能不能可怜我 再多给英雄一个包子了